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们全身的羽毛可以帮它们停留在空中 当鸟轻拍翅膀的时候 身上的羽毛会散开 它就可以在空中飞了 鸟是怎么学飞的 在它们能飞之前 小鸟必须长出羽毛和翅膀 当它们有了翅膀和羽毛 有些鸟就会用它们的脚把自己推出鸟巢 然后轻拍它们的翅膀就开始飞了 真的 它们不用先学习吗 其实有些鸟在能飞之前 是需要做一些练习的 首先它们会在地面上跳 轻拍它们的翅膀 那如果我到处跳也学着轻拍 我能飞吗 不行 是不可以的 首先你不是一只鸟 你没有羽毛也没有翅膀 而且你比鸟重多了 所有的鸟都能飞吗 不是 企鹅就不能飞 它们只有一对小翅膀 它们会用翅膀来游泳 企鹅非常会游泳 你看鸟师台 有着只鸟鸟在吃我们放上去的面包蟹 我们要安静一点 不然它们会飞走的 我们要去看看 你看 那是什么 那是一只昆虫 昆虫是什么 昆虫是一种有六条腿的动物 六条腿 是啊 一起出出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真的有好多腿 你看看 它还有翅膀 所有的昆虫都有翅膀吗 其实大多数昆虫都有 那蜜蜂也是一种昆虫吗 是啊 蜜蜂 苍蝇 瓢虫和蚂蚁 全都是昆虫 那么鸟也是昆虫吗 鸟有翅膀的 但鸟只有两条腿 嗯 对哦 嗯 那蜘蛛是昆虫吗 不是 蜘蛛有八条腿 而且没有翅膀 哦 对哦 还有 昆虫的头上 有两个会摆动的触须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昆虫 因为昆虫要用它们的触须闻周围的事物 为什么它们不用鼻子呢 昆虫没有鼻子 但苍蝇用它的触须闻东西 比你用鼻子闻得更好 那只昆虫一定是闻到叶子的味道了 你看它摆动它的触须 哦 是啊 看这只可爱的蝴蝶正在飞过来 那么蝴蝶是昆虫吗 嗯 我们来看看 它有多少条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哇 你看那对漂亮的翅膀 它还有两根摆动的触须 对 蝴蝶是一只可爱的昆虫 我认为所有的昆虫都很可爱 为什么我要吃东西 你需要吃食物 这样才能生存呢 就像一辆汽车一样 需要汽油才能运作 你需要吃东西才能跑步和玩耍 我喜欢跑步和玩耍 吃食物还能帮你长大 如果我吃我的晚餐 我会像你一样大 是啊 如果你每天都吃早餐晚餐和茶点 等你到了我的年龄 你就会像我一样大 所以食物帮我跑步玩耍 而且变得更大 嗯 是啊 它帮你保持身体强壮健康 要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 当我吃东西食物会怎么样 首先你把食物放进嘴里 并且嚼成小片 你看我嚼成小片 对 你看起来好像很享受啊 让你准备好了 把食物咽下去 嗯 像这样子吗 是啊 我的食物到哪里去了 它会直接到你的胃里 哦 接着怎么样 你的胃会混合食物 并且把它变得像浓汤 让你的身体能使用它 我的身体怎么得到食物 这种浓汤的混合物透过你的血 流到你身体的每个部分 那它会到我的手指吗 会 它甚至会到你的脚趾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啊 嗯 不使用的食物就被送到你身体的一根大管子里 当你去洗手间 它就会被排出体外了 好大一个喷天 哎呦 是因为我的鼻子痒 为什么会有鼻子啊 你的鼻子帮助你呼吸啊 怎么呼吸 哦 你的鼻子有两个洞 也就是鼻孔 你透过你的鼻孔来吸气 用嘴巴把空气呼出 我还能用鼻子闻四周的气味 对啊 当你吸气 气味会随着空气一起吸入 气味去哪里啊 那你的鼻子后面有一个很深很特别的地方 为你分别气味 我喜欢闻花 还有 还有 泡泡雨 那你的脏袜子呢 你喜欢闻那个味道吗 不喜欢 你的鼻孔里还有毛发和黏黏的东西 阻止灰尘进入你的身体 灰尘会黏在鼻子里 是啊 有时候你会醒鼻子 醒掉里面的灰尘 为什么会打喷嚏 有时候你的鼻子会令你打喷嚏 除去不干净的东西啊 让鼻子有更多呼吸和闻东西的空间吗 嗯 是这样吧 你猜我现在闻到什么 晚餐 你看 有东西跟着你 在哪里 在哪里 在你后面 我看不见它 现在在你的旁边 在哪里 你看 现在它在你的前面 不要怕 这只是你的影子 为什么我会有影子呢 嗯 当有太阳的时候 无论你去哪里 你的影子都会跟着你 当我一动 我的影子也跟着我一起动 是啊 有时它在你的旁边 有时它在你的前面 有时它是在你后面 为什么现在我的影子这么短呢 嗯 是因为现在是午餐时间了 太阳在天空最高的地方 到早上和黄昏 当太阳在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 你的影子就会很长了 为什么我的影子 会连着我的脚呢 当你接触地面 你的影子会一直跟着你 如果你用你的头倒立 你的影子会连着你的头 如果我跳到空中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的影子会停留在地面 为什么你的影子 会比我的大呢 当然是因为我比你高了 我的影子会模仿我的一切吗 它会的 来吧 抓住我的手 你看 我们的影子也手牵着手 是啊 它们最爱模仿了 我可以逃离我的影子吗 不行 当有太阳的时候是不行的 当太阳上床睡觉呢 那你的影子也会上床睡觉了 嘿嘿嘿嘿 你在干嘛呢 我想知道我身体里面是什么 在你的身体里面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 但你能摸到一些东西 是啊 我能摸到一些很硬的东西 一些很软的东西 硬的东西是你的骨头 你的骨头连接成为你的骨骼 什么 你的骨骼 在你的骨骼里的骨头令你有形状 如果你没有骨骼 你看起来就会像你的不玩偶莫尼 你的意思是全身软绵绵 没错 而且骨骼还能保护柔软部分的安全 在你的身体里 有一个心脏和肺 它们有什么用呢 它们帮助你呼吸 它们是很柔软的 哦 还有其他的吗 嗯 在你的头里面有脑子 真的啊 是啊 你的大脑会帮助你思考 嗯 还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吗 有啊 在你的身体里还有肌肉 它们也是柔软的 我的肌肉会做什么 它们帮助你的骨头移动啊 你的意思是帮我走路 跳鱼还有跑步吗 是啊 那这里软软的是什么 你的胃就在这里 你吃下去的食物都会到那里去 哇 我的身体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东西 是的 你很棒吧 是 你看那条鱼 鱼 它为什么在水下面游呢 鱼就是这样游泳的 它们住在水下面吗 是啊 它们在水下游泳 吃东西和长大 怎么可能 鱼很适合在水里生活 它们怎么样在水里呼吸呢 所有的鱼有腮帮它们呼吸 什么是塞啊 塞是一个洞 它在头上和嘴的后面 一个洞 是啊 跟你鼻子的洞一样 帮助你呼吸 我明白了 那鱼在水里面吃什么呢 对于很饿的鱼来说 几乎所有生活在水里的东西都是能吃的 哦 譬如说呢 一些鱼会吃更小的鱼 一些鱼吃昆虫 一些鱼吃植物 它们没有手臂 也没有腿 那么它们怎么游泳呢 鱼有鳍和一条尾巴 游泳的时候比手臂和腿更好 哦 骑是什么 骑有点像你脚上的这双蛙鞋 它们长在鱼的身体下面或是背上 哦 我看见了 还看到它的尾巴在摆动呢 是啊 鱼就是这样让自己移动的 我要像水里的那条鱼一样游泳 看我的 不要忘记你的闭环 它可以帮你扶起来 别忘了 你不是一条鱼 好的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凯蒂 来吧 要刷牙了 我们睡觉之前一定要刷牙 我为什么一定要刷牙 你需要刷你的牙齿保持它们健康呢 为什么 当你吃东西的时候 食物会粘在你的牙齿之间 那是不好的吗 是啊 这会令你的牙齿变坏而且脱落 嗯 就像你的牙齿一样脱落吗 嗯 我脱落的是我的乳牙 当我们长大就会失去我们的乳牙 然后又像你一样长出更多的牙齿吗 是啊 你会长出横齿 但是你必须好好保护它们 横齿一旦脱落了就不会再长了 我怎么才能阻止我的牙齿变坏啊 当你刷牙的时候 就能擦掉连在牙齿之间的食物 像这样吗 你 是啊 你要确保刷好全部的牙齿 包括后面的牙齿 还有别忘了你的牙齦 牙齦是什么 你的牙齦是包住你牙齿的牙肉 所以照顾它们也是很重要的 嗯 我的牙齿是什么 我认为我现在牙齿很干净了 你看 真的非常干净 只要你坚持每天刷你的牙 你就能保持你那可爱发亮的白色微笑了 像这样的牙齿的牙齿是什么 一身一身亮晶晶 那就是星星了 星星是怎么做的 它们是由非常热的气体做成的 它们能烧着吗 可以 如果你太接近它们 它们看起来就像大火团 它们像太阳吗 是啊 星星就是太阳 有很多星星比我们的太阳 更大 更亮 和更热 真的吗 但是它们怎么看起来这么小 其实它们离我们非常远 所以它们不像我们的太阳那样明亮 星星是从哪里得到它们的光呢 星星自己制造光 是什么让星星一闪一闪 是空气令星星一闪一闪 空气不断移动和改变 因此会令星星一闪一闪 真的 我们再唱一次那首歌吧 好啊 一闪一闪一闪的晴晴 漫天都是小星星 我在天上放光明 好像千万小人情 你看这颗小种子 种子里面有什么 种子是一颗植物宝宝 它的食物全部包在它里面 全部种子都一样吗 不是 不同种类的植物有不同种类的种子 种子都是圆的吗 不是 有些种子是圆形的 有些是平的 有些是长的 有些是薄的 每颗种子都有一颗植物宝宝吗 是啊 在每颗种子里有一颗小植物宝宝和储存好的食物 让它开始成长 那么植物宝宝是怎么从种子里面长出来的呢 植物会在春天成长 在冬间 种子会在土里吸收雨水 种子的壳会变得很柔软 里面的食物也会因为油水而胀起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接着外壳会爆裂 而小植物宝宝就会长出来了 哦 它怎么成为一颗大的植物呢 它会吸收储存的食物开始生长 细小的根会向下推进泥土里寻找水分 而细小的树干会透过土壤长大寻找阳光 当全部的食物没有了 怎么办 植物就会开始制造自己的食物 它怎么做啊 它会煮晚餐吗 当然不会了 傻瓜 植物会用阳光 空气和水来制造食物 然后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了 水从哪里来的 大多数的水来自天上掉下来的雨 那雨水会去哪里呢 它会流到湖 池塘 和小溪里 那些小溪会连在一起变成河 再流到海里 雨水也会形成水坑是吗 是啊 你说的对 当雨停了会怎么样呢 水坑就会消失了 但是水去哪里了 太阳的热把水变成看不见的雾 那接下来呢 接着这些看不见的雾开始慢慢升上天空 它会停留在空中吗 它会在空中停留一会儿 然后呢 然后上升到一个天空里非常冷的地方 这些很小的水滴会变成云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些水滴会结合变得很大 当它们变得太重 不能挂在天空的时候 就会落在地上 这就是雨了 我最喜欢下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能穿上新雨靴在水坑里玩水 HOW 你看天空上有颜色 那是一道彩虹 为什么天空会有彩虹呢 其实当天空同是下雨和出太阳 就很可能看见彩虹了 彩虹是怎么形成的 阳光透过雨点发亮 而光线散布很多不同的颜色 你能看见不同的颜色吗 能啊 我能看见里面有红色 有橘黄色 还有黄色 绿色和蓝色 还有 你知道那些像紫色的是什么颜色吗 不知道 是电蓝色和紫罗蓝色 就是电蓝色和紫罗蓝色 你能算算有多少颜色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非常好 彩虹里总共有七种颜色 我能做自己的彩虹吗 能 可以呀 如果你用花园的水管喷水 再背着太阳来站 就能看见一道由水和阳光产生的彩虹 哇 真的很美耶 或是如果一个水坑里有些油 你也能看见彩虹 是啊 看起来就像魔术水坑 有时候你能在喷泉水里 或是在瀑布的水花里看见彩虹 但是我还是最喜欢大的彩虹 嗯 我想又开始下雨了 幸好我们带了伞 对不对 我怎么会听到声音 用你的耳朵听啊 但是我的耳朵怎么听啊 耳朵是个很好的声音捕捉器 里面有很多小的通道连接到你的头里 你听到的声音透过这些通道到你的头上 但是声音怎么到我的耳朵里啊 你看 如果你把一块石头扔进池塘里 它会在水里制造涟漪 就好像一些东西制造的声响一样 每种声音会在空中制造无形的声波 直到传达到我们的耳朵为止 其实会发生什么 你的耳朵会把讯息送到你的大脑 你的大脑会告诉你有声音 并且告诉你听到哪种声音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对吗 是 有很多种 有些声音非常轻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才能听到 你记得曾经有个医生 用一个听诊器听你的胸吗 我记得 那次我咳得很厉害 那个听诊器使你身体里的声音 变得更大声了 这样医生就能查明你是不是病了 有些声音非常响啊 是啊 好像小宝宝在夜里大哭 每个人都能听到声音吗 不是的 有些人听不到他们是聋的 但是他们能看嘴形 理解别人的话 也就是读唇术 龙人怎么交谈啊 他们会用手做手势沟通啊 爷爷是龙的吗 不是 他带了一个助听器 助听器是什么 一个抓住声音把它变得更响亮的特别的箱子 我为什么不用助听器啊 因为你的耳朵能自己运作 你听 我听到妈咪叫我们吃晚餐了 听到妈咪 天空里有一道强光还有好吵的声音 吵醒了我 那是雷和闪电 那怎么形成的 闪电是一道大的电火花 这些电火花是很热的 一道巨大的猛机劈开了空气 然后呢 当火花消失 空气继续打滚 所以每道闪电之后 通常都能听到龙龙的雷声 就像一个巨鼓在天上敲击啊 你说得对 你看 我好怕 你不需要担心 闪电在很远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你只要在闪电和雷声之间 算算有几秒就可以知道它们有多远了 我能试试吗 好啊 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去算 只要在每个数字后面加一个雷子 一个雷就代表一秒钟 两个雷就代表两秒钟 如果雷电之间只有一两秒的时间 表示这个闪电离我们非常近 如果你算到五秒 它就很远了 其实吧 一个雷 两个雷 三个雷 四个雷 五个雷 六个雷 七个雷 为什么没雷声 这就是说这个闪电在很远的地方 其实大多数的闪电都是很遥远的 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雷声之前 总是会看到闪电呢 那是因为光的速度比声音快 有时候你只看见光 听不到雷声 那表示这道闪电在很遥远 或者是雷电已经上床睡觉了 是啊 或许你说得对 晚安 雷电 你看那些鸟飞走了 是啊 那些一定是燕子 要春天才能够再见到它们了 为什么鸟在冬天要飞走呢 是因为冬天了 冬天鸟没有足够的食物啊 它们吃什么呢 例如坚果 莓果或是种子 所以鸟需要飞到另一个国家寻找食物 如果这里是冬天 它们能到哪里找到食物 嗯 当我们这里是冬天 其他国家 例如非洲是夏天 非洲 离这里不是很远吗 那些鸟那么小 它们怎么到非洲的呢 燕子能飞很远 甚至不用停止 因为它们早就把食物和水 储存在皮下变成脂肪了 它们不用睡觉的吗 它们在天空飞的时候也能睡觉 这么厉害啊 如果它们要飞到非洲觅食 它们为什么不留在那里呢 记得我说过当我们这里是冬天的时候 非洲是夏天吗 哦 那么非洲接着就是冬天了吗 没错 接着燕子又没有食物了 这就是它们回来的原因了 所以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见到它们了 并不是所有的鸟都要在冬天离开 听那好听的啾啾声了吗 有啊 那是一只很可爱的歌 你看看 有鸟在唱歌 你看它有一身鲜红色的羽毛 这种枝根鸟一直会陪着我们 它们是很快乐的小鸟 我现在也很快乐 谢谢你枝根鸟 对了 继续走吧 否则我们上课会迟到的 我为什么要上学呢 我们要上学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的原因是学习新知识 像我昨天学会怎么样数到20一样吗 是啊 或是怎么读或写字 演奏音乐和怎么使用电脑 我也在学校学会新舞蹈和一首新歌 你在学校还做了些什么 我和我的朋友玩 所以学校还能帮你认识新朋友 和他们一起玩 有时候我会和朱莉分享我的蜡笔 他也会和我一起分享他的书签 所以学校也会给我们机会一起分享东西 有时候我会自己制作一幅画 有时候我会和朋友合作 所以在学校我们会学习 怎么和朋友一起合作做事 和怎么独立工作 有时候我们还会组队 我必须等到轮到我才可以比赛 当我做运动 我就非常的活跃 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学校会以有趣的形式帮助我们做运动 你知道我还喜欢做什么吗 什么 下个星期我们还会有一场音乐会 我会扮演一只野狼 到时候你可以来看啊 我好想看啊 然后你也可以在我运动会那天 来看我跑步和跳远 真的有很多事 我能和朋友在学校做 而不能独自在家里做 说得没错 最好就是能从学校回家吃晚餐 还可以玩 交谈和休息一下 对啊 最重要的是能到学校 见到老师 还有你的朋友 以及能学到新的知识 不然我怎么能一直回答你问我的问题呢 天哪 你感冒了 我们为什么会感冒呢 感冒是由细菌造成的 如果有人感冒 当他们咳嗽或者打喷嚏 细菌就散播在空中 如果你吸了这些细菌 你就会得感冒 感冒怎么形成的 感冒是由一种称为病毒的细菌形成的 它们太小用你的眼睛看不到的 当我痛口是我的喉咙很痛 你看 是啊 我看到了 你的喉咙末端很红啊 我的鼻子也塞住 我知道 你的声音还怪怪的呢 因为感冒病毒会令鼻子里的细胞肿胀起来 所以你必须透过你的嘴呼吸 当你醒鼻子 你会把鼻涕洗到卫生纸上 你把不好的东西都醒掉 这会令你的感冒好一点 我为什么会打喷嚏啊 有时候感冒病毒会让你鼻子很痒 所以你会打喷嚏 哎呀 当你咳嗽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用手遮住你的嘴 要不然我可能会吸到你的细菌 我的身体怎么样才能摆脱感冒 让我能出去玩呢 首先你的身体要找出全部的感冒病毒 然后它会做出一些特别战士来杀死病毒 但是你也要帮助这些战士 例如保持身体温暖 多休息 多喝热饮料 现在你应该喝一杯好喝的蜂蜜柠檬汁了 我最喜欢喝蜂蜜柠檬汁了 我的画差不多完成了 我现在要把天空画成蓝色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天空蓝色是因为透过阳光的光线穿过空气而形成的 但是太阳是黄色的 太阳看起来是黄色 阳光看起来是白色的 其实阳光拥有彩虹的每一种颜色 它怎么把天空变成蓝色啊 哦 当阳光透过空气的时候 里面所有的颜色会散布出来 散布的最多的颜色就是蓝色 也就是天空的颜色啦 所以当云遮住太阳 会把太阳的颜色也遮住 是啊 当太阳早上升起或是日落的时候 都会以不同模式散布颜色 你想不想看看当全部颜色混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制造白色阳光吗 好想看 首先在这张圆形卡片纸上画彩虹的颜色 红色 橘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还有一种是什么颜色 我们最后画的颜色是电青色 一种紫色的颜色 行了 现在怎么办 我们抽两个洞 这里和这里 这就完成了吗 差不多 我把这条线穿过这两个洞 现在我拉紧这条线 抓着两端 然后拉 哇 原来这些鲜艳的颜色结合在一起 真的可以变成白色 是的 就像太阳的颜色制造白色的阳光 所以当太阳在白天出来 阳光就会透过空气散布所有的颜色 对 散布最多的颜色 就是我们看见的 蓝色 为什么苹果会掉在地上 而不是飞到天空中呢 因为地球有一种特别的无形能量 使东西掉在地面上 这种无形的能量叫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吗 真是一个有趣的字 因为地球比我们大 所以能把我们拉下来 那就是东西总停留在地面的原因 你看 如果把苹果抛向空中会怎么样 它会掉在地上 说得对 它不能向上飞向天空中 它一定会向下坠 因为地球永远都会赢 月球为什么不会掉到地面呢 嗯 因为地球比月球更大和更强 所以月球不会掉到地球 但是它仍然会做地球叫它做的事 如果我生活在月球上会发生什么事 我能走路吗 你将漂浮在空中 是不是有点像我漂浮在游泳池 是啊 你必须穿一套特别的太空衣 令你能正常呼吸 因为月球上的空气非常不同 我怎么在月球上面走路啊 嗯 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太空喷射器 当你想要去某个地方 你必须将太空喷射器 指向目的地的相反方向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太空喷射器的加速发射会把你推到相反的方向 这样你就能向前走了 哇哦 你真的很想住在月球吗 不 我不想 因为在月球上面跑步和玩都不容易 你说的没错 我喜欢住在地球 而且我很喜欢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吃啊 我们现在应该上床了 我为什么现在要上床 当然是睡觉了 我为什么要睡觉呢 我们睡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 你已经做了 因为对每个人来说 睡眠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睡眠重要 其实有几个原因 当你睡觉 你的大脑在整理白天曾经做过 想过和学过的事 我的大脑在我睡觉的时候做这些事啊 没错 你睡着了还会做更多别的事情呢 我还会做什么事 你的身体因为过了一整天而感到很累 所以需要时间减慢动作休息一下 这样你才能为明天做好准备 当你睡觉就连你的呼吸也减速 休息 但是如果我不疲倦怎么办 我是不是还是要睡觉呢 当然了 所有人 特别是小朋友 每天晚上都需要有足够的睡眠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我整夜不睡 明天也整夜不睡 第二天整夜不睡 一直不睡 会发生什么事 这样你会累得不能玩 累得不能学习 你可能会生病 而且会发脾气和很暴躁 所以就算我现在不觉得疲倦 我最好还是去睡觉 对了 因为明天你的身体需要足够的能量 去思考 去玩 去笑 去吃东西 去跑步 和长大呢 那快点去吧 我给你比赛到睡房 我听了 晚安 我听了 小蓝色或是几乎黑色 有些人是浅褐色 有些人的皮肤是淡黄色 还有些人的皮肤是很浅色的 为什么它们的肤色会不一样呢 哦 在你的皮肤里有极小的颜色 大多数住在热带地区的人 例如非洲 它们的黑皮肤可以保护它们遮挡太阳 大多数住在比较冷的地区的人 皮肤不会太黑 因为那里的太阳不会太强 但是为什么朱莉一直住在这里 皮肤还是那么黑呢 很多人会因为不同的原因 生活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会拥有与父母同样的肤色 或者祖父母的肤色 为什么我跑步之后皮肤会变红啊 有些人的皮肤非常白 皮下的血就会显现出来 看起来像粉红色 或者更红 尤其是很热的时候 有时候你还会晒得有雀斑呢 雀斑是什么 就是皮肤里一点一点的褐色斑 跟其他的皮肤相比 它们的颜色更深 我的皮肤为什么夏天会变色呢 如果皮肤白的人经常晒太阳 皮肤会变黑 晒几天 皮肤就会变成棕色 可是很少晒太阳 棕色的皮肤又会逐渐消失 如果你是皮肤白的人要很小心 要记得涂防晒油那就不会晒伤了 我想我最好还是多涂一点防晒油 那太阳就不会晒伤我了 好主意 我来帮你吧 好主意 我爱你 算 Hod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祝你 我爱你 你比我爱你 你你不爱你 看见了吗 邮票上有一只袋鼠 而且邮戳清楚地写着澳洲 为什么要在信上贴邮票 邮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邮局买邮票 贴在信上和包裹上 然后邮局会帮我们送信和包裹 我们为什么要买邮票呢 当我们在邮局买邮票是要付钱的 这些钱用来支付邮局 邮局的车和邮差的工资 为什么邮票上有图案 不同的国家在他们的邮票上 都有不同的图案 你能想起我们的邮票上的图案吗 鸟 蝴蝶 还有动物 非常好 其实你能买很多不同种类的邮票 如果你要寄一个很重的包裹 你必须买很多邮票 但是如果你只要寄一封信 只要把一张邮票贴在你的信封上就行了 而且每张邮票的背面都有胶水 所以我能把它贴在信封上 没错 我已经帮你买了一个生日礼物 是吗 是一本集邮簿 很多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邮票 他们都有集邮簿 你可以把玛丽阿姨信封上的邮票拿下来 把它放在你的集邮簿里 这张袋鼠邮票 将是你第一张收集的邮票了 祝我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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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亮着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黑 你为什么怕黑 因为我看不见 所以我想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我在黑暗中看不到呢 首先你告诉我 当有光的时候 你是怎么看东西的 很容易啊 我用我的眼睛来看 是啊 你的眼睛会透过收集光来看东西 黑暗的时候就很难了 因为这个时候 眼睛收集不到足够的光 我的眼睛怎么收集光啊 在眼睛里 有一个黑色的小圆点叫做瞳孔 我的瞳孔怎么收集光 其实你的瞳孔是个很小的洞 当有适当数量的光进入你的眼睛 这些洞就会变大或变小 真的吗 是啊 如果有盏很亮的灯 就像房间的灯 你的瞳孔就会变小 如果很暗 你的瞳孔就会变大 收集更多的光 让你看得更清楚 现在我的瞳孔很小吗 是啊 你的瞳孔很小呢 现在可以试试把我们的瞳孔变大吗 我们必须关了灯才行 不过你必须确定你不会怕哦 我会努力不怕 我想要我的瞳孔变大 好 开始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等一会儿 你的瞳孔正在开始变大 收集更多的光 你很快就能看见东西了 我能看到一点点窗 一点点床 一点点你 所以一点都不可怕了 我现在可以睡了 谢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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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奶奶的眼镜放在哪了吗 应该在桌上 你看就在那里 奶奶为什么要戴眼睛 眼睛能帮助她看东西啊 但是我能用我的眼睛看东西 不需要戴眼睛 奶奶也有眼睛 她为什么要戴眼睛啊 哦 因为当奶奶想看很远的东西 她无法看得很清楚 你能看到在花园后面的围栏吗 我当然看到啦 从那个小冬看过去 还可以看到紫色的花 可是奶奶看起来那个围栏是模糊的 所以她没有戴眼镜 绝对看不见那些很小的花 眼镜怎么帮助看东西啊 其实这两款圆圆的玻璃叫做镜片 它们是特制的玻璃 能帮奶奶的眼睛看得更清楚 这种镜片 你可以在显微镜 或是望远镜里找到 而且这个镜片也是特别为奶奶做的 就是说这副眼镜不能帮我看东西咯 不如你戴上试试看 啊 我什么都看不见好模糊哦 就像奶奶 没戴眼镜看不清楚东西一样啊 哦 这副眼镜真的能帮奶奶 我还是赶快把它脱下来 因为它令我的头和眼睛都好痛哦 是啊 除非你有这个需要 否则不应该戴眼镜 就算要戴 也要戴适合自己的眼镜 现在我们把眼镜拿到花园给奶奶吧 好啊 但是等一下 我要拿点东西 什么 我的眼镜 你不需要戴眼镜 我一定要戴 是太阳眼镜 什么事呢 明镜 好的